哈囉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4月跟5月的金髓 金髓的意思呢 就是 我的最愛 沒錯 這個代理就是久久一次 就不要那麼的頻繁 我想說大家會看到疲倦這樣 然後也可以把我認為很精簡的東西 就給它集中起來 跟你們分享 好 然後今天呢 一樣就是很多類別 有吃的啦 有彩妝啦 然後有日常生活的小用品 然後還有多一個就是書籍 我之前好像沒有分享過書籍 但是呢 我最近真的超迷戀看一些 靈學相關 不是靈異學喔 就是心靈面相關的 比較神奇魔幻型的書這樣子 就不是什麼心靈開導路線 而是再更深層一點的 等一下再跟你們聊 好唷 然後來跟你們更新一下 我最近換了新的髮色 這個是我最近染了奶茶色 但是我覺得螢幕裡面 畫面裡面看起來比較深耶 我本人看起來是再更淺 更帶有黃色調的奶茶 中 可能IG的照片會再明顯一點 但是畫面怎麼好像就是一般的深咖啡色 我前陣子染的都是深色髮 就冬天真的比較容易喜歡深一點的 但是一到夏天 我又覺得淺色看起來很有活力 所以我去把它染淺了 大家覺得如何呢 然後我的髮尾有燙一個外帆 以及瀏海也把它燙起來 所以等於是說我早上起床就長這個樣子 我完全不用整理 也不用上那個離子夾平板夾都不用 就長這個樣子超級方便 我大概都是一年燙一次給你們參考 因為想說燙髮會傷髮質 所以我都是久久弄一次 加上因為我自然捲 我這裡就很容易膨起來 所以我這裡是燙順 那關於我髮廊跟我設計師的資訊 我可以放在下面大家可以參考 首先我們今天用彩妝開始 那我現在還沒有上腮紅 我最近買了一顆超美的腮紅 你們一定要一定要好好看它 我去給彩妝師化妝的時候被人家燒到的 他幫我上這一顆 我想說也太好看了 就這一顆MAC的奶凍腮紅 這一顆剛出的時候我記得它很夯欸 但是我當時對它就一點興趣都沒有 有點濕潤型 有點膏狀型的腮紅 就沒有那麼大的興趣 因為我手邊已經有那個 大家有看過我分享膏嗎 就是那種雙狀型的腮紅 我已經有一顆很好用又很便宜的了 所以我想說我沒有必要再入手 專櫃 比較貴的那種 膏狀慕斯狀的腮紅 但是呢 這個顏色真的太高級 它就帶有一點點小小細閃粉的腮紅 很硬密喔 像硬密一樣 QQ的 軟軟的 這樣子 有一點烤奶色有沒有 是粉橘色調路線的 然後柔柔淡淡 天啊看起來好高級 它推薦我這顆的時候 它是說它買的時候 因為它買的時候還很膨嘛 它是直接這樣壓到臉上去 然後再把它推開 可是因為已經用久了 它會慢慢消下去 所以就沒有辦法這樣做 但是它剛買到的時候就喜歡這樣 稍微把邊緣推開 很漂亮 它是一個很日常 很接近你膚色的 但是又帶多一點粉色調的那種顏色 所以它不會太強烈 就如果你今天是要一個很繽紛活潑的腮紅 那它可能不是 但它就是走一個日常 很有質感 臉有氣色 然後質地很貼合膚質的那一種腮紅 因為它夠貼 所以你看我上上去之後 它這裡就會自帶光澤 有沒有 有一種水光 痠痠感 這個就是我這兩個月最推的彩妝 其實我本來還想要聊 就是 因為這裡是新入手的 紫春秀的打亮蜜粉餅 可是因為我上一集 就跟寇兒一起分享 打亮推薦它已經出現過了 所以我想說這一集就 千萬不要再突現了 但是它真的是我四月五月 很愛的打亮 好 然後再來呢是 比較偏向保養類的 是手部的保養 應該都不陌生 是Blair的香氛保養品牌 Nightie Again 那這個是它的小花瓶 是不是很美 好漂亮喔 我很喜歡它裡面是那種 真的有花瓣放在裡面的 按壓式的設計 我覺得是很方便又很衛生 很像保持新鮮的概念 這一罐是天然的精油 天然的精油呢 你就可以用在譬如說 你想要當成精油 可能放在肩頸按摩的時候呀 或是手腕的地方呀 但我主要還是拿來當成紫圓油 我覺得Blair真的是 出這個紫圓油非常有說服力 它的手指 它本人的手指真的很漂亮 就是很細長 然後會覺得嫩嫩的 小千斤的手 然後我就開始注意到 欸 我的手都沒有保養欸 我的手就是很容易乾燥脫皮 朋友都問我說 欸 你手指怎麼了 最近是不是水喝太少之味 我說沒有啊 會喝水呀 但是我那個邊邊 就還是容易起那個死皮呀 就我以前超不在乎 我就是這兩年 才開始注意這樣 然後紫圓油 其實我用過蠻多款的 但這個是我目前覺得用到最省最省的 你們看它這麼迷你一小瓶 一定會覺得說 太貴了吧 就是這麼小瓶哪裡省 沒有它真的是一滴 就是你甚至不用按到整整一下 你只要吸到這麼一滴 就可以用到你十根手指欸 晚上睡前我就會這樣 滴在大模具上面 然後就開始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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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有沒有 互相磨擦 十根手指全部都抹得到 就這樣一滴 就超潤欸 那個油滑感 可是不會黏 所以你摸了之後 你並不會覺得 好想洗手喔 黏黏的 不會 它就是一種充滿保濕的潤感 然後這個味道超好聞 算是比較中性的味道 裡面的杏桃跟佛手乾 都是大家比較可以接受的那種香味 睡覺聞也很舒服 不會有壓力的那一種 不會好像是要參加party 你需要一個很濃烈的味道 除了手之外呢 我腳趾也會保養 因為現在夏天了嘛 之後就要穿涼鞋了 所以我那個腳趾乾乾的部分呢 我就會很清熱的保養 然後另外一個是香草甜橙 它裡面的花瓣是這種黃橘色的 也是天然花瓣喔 那聞起來呢它就是偏甜 我現在油油的 它就是偏甜 比較少女可愛感的 一聞會先聞到那種濃濃的甜香草的味道 現在不是去哪裡都要噴酒精嗎 結果我自己也會隨身噴 隨手噴 然後進到店家又要再噴一次 發現手真的變得越來越乾 像防疫期間 酒精是不可避免的嘛 然後這時候你就可以 把它放在包包裡 就隨身攜帶補一下 讓那個手不要乾乾脫皮 色色 所以這個香味我覺得還蠻適合睡覺的 很療癒 會有種幫助入眠的效果 如果你沒有噴精油的習慣 電精油的習慣 那你就擦在手指 一樣是可以聞到那種好眠的味道 自己外出的話 我還是喜歡用護手霜 就我會覺得不要就是油油的 因為拿手機 我手機也會沾到油油嘛 所以出門我還是喜歡用護手霜 這一個也是9T again的 那一樣呢它裡面也是有機質脆的成分 所以孕婦跟小孩都可以使用 那藍色字母的包裝 一樣是海洋琥珀 就我剛才說那個 比較中性我最喜歡的味道 我自己覺得市面上護手霜的滋潤度 差不多是分成 最輕就是清爽型 然後再來是適中 再來是最滋潤 這一款我覺得算是清爽偏中的那個階段 另外一個香味是彈香玫瑰 然後這是我媽媽在用的 因為我媽工作的關係 手呢就是每天都要保養 而且它那個護手霜的用量非常的大 喜歡那種有氣質的花香調就可以選這個味道 我覺得它的優點是它做鮮蓋設計 你就不用在外面要這樣轉轉轉轉轉轉 然後還要拿著蓋子畫蓋子固件 或是蓋子一不小心就疊在你包包的最深處找不到這樣 很好帶出門的一個包裝 當然我平常我也會很喜歡那種華麗包裝 我會被華麗包裝吸引 但是我覺得簡單包裝有個好處就是 我相信他們一定把錢都砸在成分裡面了 因為我自己有出豆磨我自己知道 管子的錢有多貴 管子的設計管子的質地跟包裝的費用真的很貴 但我那時候掙扎 我想說那我不如把這些錢拿去花在成分用料上面 我把錢全部砸進去是不是比較好 接下來呢我剛才應該直接把彩妝都講過一遍 我剛才露講一個 就是我買了新的燙結號器啦 就我之前舊的那一支已經用了 我三年多四年都壞掉了 就淘汰了 所以我就買了新的 然後這一個呢跟我前一支是一樣 我都買網銀橋的牌子的優點就是夠燙 它第一代跟這新一代都很燙 然後很多人想說太可怕了吧 這麼燙這樣子合理嗎 我跟你們說就是要這麼燙 你的睫毛才會整個立起來 狠狠的給它立起來 然後會立一整天就是很漂亮 不過的確也因為它太燙了 其實你初學者要上手是稍微有一點緊張 有一點困難 因為你會很怕燙到自己 我就有曾經被第一代燙傷過 我就那時候是我去學彩妝 然後第一次拿到那燙結毛器 那我就跟學員要互相練習嘛 我們要互相燙對方 我就被那位學員連燙了三四次 我真的是 太痛了 真的很燙 所以用它就要心理準備 它就是這麼的燙 建議你一手拿燙睫毛器 一手拿手拿進 這種小小的 輕盈的 很好掌握的 這樣子 側面看 正面看 這樣 才會知道說這個燙睫毛器 距離你的眼皮還剩多少mm 因為燙的時候你不能只是刷過 不能只是假設這是我的睫毛嘛 你不能只是 喔我刷過刷過刷過 沒有用 你第一招是放上去之後 壓 壓有沒有 你的睫毛就會跟著動 壓 壓 捲 你的睫毛才會真的立起來 像煙花一樣這樣子灰綻放 一定要壓 因為我一開始用燙睫毛器的時候 我就以為這隻刷刷刷刷 根本就沒有用 我就會覺得啊 這隻真難用 但沒有就是我誤會它了 是我的錯 必須要用壓的 壓 壓 它的設計就非常的簡單 一個開關往上推 然後它的頭這裡本來是紅色嘛 然後等它熱完 它就會變成黃色 你有沒有看它頭的設計 你們用之前呢 可以先用那個睫毛夾夾 翹之後 先隨便刷睫毛膏 隨便給它抹上去 再用這個燙睫毛 然後再刷 再燙 再刷 再燙 就完成了 那為什麼要有刷燙刷燙這種反覆的動作呢 因為你睫毛膏刷上去之後你再燙 它的確會把 因為它夠熱 它會把睫毛膏給熔掉 睫毛膏會變少 就你可能本來是塗滿10分 一燙 剩6分 再燙剩4分 這樣 它就是要你這樣反覆反覆 你讓睫毛定型 定在那裡 大家就想說 蛤 一直把睫毛膏燙掉不是很麻煩嗎 不會 因為它就是會把多餘的睫毛膏給燙掉 你有時候會擦太多抹太多 燙一燙燙一燙 它殘留的就會是最剛好的睫毛膏 再來呢 想講吃的 因為 我跟你講這個 夏天好適合 這個是五指冰梅跟檸檬圓片 乾燥檸檬 好香 我這樣拿著 我就一直分泌那個嘴巴的口水 我會買這個呢 這是拿來泡茶用的 你可以可能 紅茶烏龍茶 然後配梅子跟這個檸檬片 你也可以 連茶都比方 只是開水架 這兩樣 超好喝 超解渴 那為什麼會想要這兩樣呢 因為呢我平常就會去一間 私人的美容工作室做臉 然後美容師每次都會準備這個 冰梅 然後會再加一個新鮮檸檬片 這樣 那我想說買一顆檸檬 有時候很容易壞掉 所以我就買這種乾燥檸檬 配在一起喝真的是很好喝 它是沒有紫的油 所以你懶你不想要泡茶 直接吃也可以 真的夏天到了很多奶茶 在喝到嘴裡會覺得 欸好膩喔 怎麼喝都沒辦法解渴感覺 然後我就很喜歡喝茶 或者像這樣子 梅子跟檸檬片泡水 或是氣泡水 好又再來是最近我看的書 就是我剛才前面聊到的 我最近看的是 《靈魂的出生前計畫》 然後這個呢 其實是我有個 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就是有點遙遠 但是我相信是因為 他畢竟還是我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等一下他是一個 算是靈媒老師這樣子 然後他推薦我看的 如果你們有去看那個動畫店 《靈魂集長》的話 那你對這一本書 應該會非常的有興趣 因為他講的的確就是 我們輪迴啊 投胎啊 出生前我們在哪裡 好然後在看這本書之前 其實我本來就是 大家都知道我是尼仙姑嘛 所以我一直很相信 人類會輪迴 被投胎會轉世 跟前世英國啊 還有什麼 冤親債主啊 這些我都是相信的 現在在看影片呢 你相信這一些嗎 你相信有 投胎輪迴轉世這件事情嗎 有的話可以留言告訴我囉 好然後這一本書呢 它裡面 聊的就是這些概念 但是呢 我們台灣的概念是 誰欠誰 有因果戰 因為你們前世是仇人 所以你們這輩子就是怎麼樣 你就是欠他的 你要還 你會遇到這一些悲劇 你會遇到這些挫折 都是因為你上輩子做了什麼壞事 我們台灣比較多這種理念 當然可能是我戲所台灣看來多 比較容易走悲觀路線 我們遇到挫折的時候 會覺得我們就是受害者 我們很可憐 但是呢這一本書它講的比較像是 愛 療癒 跟包容 就是它不講因果債 它不講誰欠誰 但是 的確是譬如說A殺了B 所以這一輩子B跟A會有 怎麼樣怎麼樣的糾葛 跟怎麼樣的相遇 它裡面有個故事 有個A先生好了 他的個性就是很軟弱啊 很懦弱就是 想法都不敢講啊 就是只能被主管指使啊 被罵啊 被操控這樣 他就只能乖乖的 聽話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也不敢發表自己的意見 就是呢他的靈魂在出生前 就已經計畫好了 如果 他都還是這麼軟弱 都沒有為自己站出來 講點什麼 沒有變勇敢的話 那他在30歲的時候 就會遇到某一位女性 然後跟他結婚 那那位女性跟他的個性 是完全大相反 他們就會非常容易起衝突 他們兩個根本就不適合 但是他們還是會結婚 這是靈魂計畫好的事情 可是呢 如果他在那之前做出了 勇敢的改變 他就不會遇到那女生了 就不會有那一段不幸的婚姻 然後呢 某一天他的主管 就一樣的壓榨他 可是 他卻站起來為自己講話 他很勇敢 大家都嚇到想說 這不是平常他 他怎麼突然 為自己 就是聲張正義的感覺呢 對 然後這時候他的靈魂 就震鬥了 他改變了後面 他在30歲的時候 就不會遇到那位女生 我們這輩子幾歲的時候遇到什麼事情 跟什麼樣的個性 跟什麼樣的人交往 都是我們在靈魂出生前 就記號好 就已經談好的事情 是你要的 是你要的 可是你忘記了 那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帶著記憶來這一輩子呢 那台灣的說法就會說 因為你喝了孟婆湯啊 但是裡面的說法是說 如果你帶著記憶過來 那這就是等於像翻書考試一樣 你什麼都知道了 那你還體驗什麼 你什麼都知道了 你要怎麼去摸索這個世界 他裡面是主張說 我們不要認為自己是被害者 我們應該是創造者 我們創造自己的生命 我們創造自己的歷程 所以永遠不要失去對明天的期待 因為我們是創造者 我們是靈魂的創造者 好 然後我看到一半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蛤 那也就是我的挫折 跟我的整個人物設定 出生的設定 是我自己設定的嗎 我會覺得 蛤 為什麼我不能當附加千金呢 現在其實仿經有很多那種靈性學啊 心靈課程啊 就很多是會跟靈魂有關的 但是我覺得啦 就我跟我那個 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就是靈媚老師有聊過說 他說真的不是 每個靈學課程都是好的 所以如果你對這方面有興趣的話 你真是要好好的 多思考 有這個必要嗎 是不是看看書也可以啟發自己的 那個靈魂覺醒呢 它裡面有個章節是強姦 強姦那一part是我 最不能接受的 它裡面還有講到墮胎 流產啦 還有跟寵物之間的連結 等等等等的 很多小故事 還有虐待關係 我自己覺得 嗯 很新的啟發 當然你也可以當成故事來看 你不用覺得 對對對 就是這樣 對 我100%相信 喔對了 裡面還有講到一個章節是自殺 但是 自殺卻不是靈魂出生前的計畫 自殺是一個選擇 就只有自殺不是計畫好的 其他都是計畫好的 我是一直到27歲的時候 我才驚覺 我不知道我哪天哪來的想法 我也沒有看任何的電影或書 就是27歲的某一天 我突然驚覺一件事情 我來這個世界 我一定是有什麼課題 我一定是為了要幹嘛而 活在這個世界上 不會就是白白有獲得這個投胎的機會 我是這樣子覺得啦 我覺得這樣想 我們也會更珍惜生命 要跟你們聊一個 就是我在Instagram上面發生的事情 就是有一個網友 他在4月的時候 他私訊我說他想自殺 我那時候就正在看這本書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覺得 天哪 就不可以 就我不希望你有這個選項你知道嗎 很多人都覺得他在詐騙 他可能想騙我錢或什麼的 但是不論他是不是想騙我錢 想詐騙什麼 我都還是希望他可以好好活著 也希望我的一兩句話 他可以改變想法 更有動力的活著這樣 那時候他就跟我分享超大一串 他真的打得很用心 就像一篇作文這樣 就是他打他的經歷 他的狀況 那他是因為病痛 他才想離開這樣 病痛所以沒有錢治療 那就我當下很慌 而且我很容易被別人的情緒影響 所以我很緊張的是 我有幫他打去自殺防治專線啦 我有打去那個 就是他所在地的 那個政府機關這樣打 大家去問還有大家去醫院問 有沒有一些醫療不住的方案這樣 他說他只什麼都試過了 就是什麼你想到的方法都試過 他說就是沒有人可以借他錢這樣子 好 我知道大家這樣聽起來就會覺得 啊他來騙錢的 因為他提到錢 對啦 但我就想說如果是真的呢 這樣 然後我還有跟他要電話 因為我就拜託他給我他的手機電話 我想要把這個電話交給自殺防治專線 我想要讓專家去跟他談 然後那個自殺防治專線 真的有聯絡他 但是因為那個防治專線有隱私問題 所以我不可以去詢問後續 好然後後面的事情演變就變稱 他也去私訊CodeRain 然後一私訊不是像前面那樣打一篇作文給我 而是他直接跟他借錢 而且借的數目真的是 哇那個數字真的拿不出來 欸我們真的拿不出來欸 他如果去找一些什麼 SHE啊 蔡依林啊 小S之類的 可能還他們才拿得出來吧 怎麼會是找我們這些市井小民 我是蠻驚訝的 但我想也許他真的是走投無路 可能平常有follow我們 我是這樣想的啦 但是我其他朋友看到他的訊息都覺得 他在騙你錢 他在騙你錢 你不要被他騙 連我打出那個 我說他的所在地的那個縣政府的電話 他們都說小姐 小姐你 你不要匯錢給他欸 這樣子 他們都很擔心我被騙 我說我知道我知道 我也沒有錢借他啊 我不會匯錢給他的 那後來Corey交那個訊息之後 我覺得Corey回的 畫的真的是非常棒棒 因為我的路線是那種 有點苦苦安慰型這樣子 就是 希望我可以打動他那種路線 但是Corey是 一語典型夢中人的路線 把你罵醒那種感覺 因為Corey就直接說 你的生命 你愛不愛惜 不管我是 但是我希望你活著 因為你活著 人生才有翻盤的機會 因為我自己真的是太悲觀的路線了 我第一直覺只會覺得 哇 他要自殺了 不行 不可以 我希望你好好活著 這樣子 我就會苦苦哀求安慰 但是呢 這件事情的最後 我目前就 回到那樣的 不想再回了 是因為 他最後最後跟我聊的是 他說他有個朋友 最後決定戒他了 但是 朋友又因為其他考量 又決定不戒了 本來要戒 然後又不戒 他覺得這個朋友太過分 他說了一句話 是我生氣的點 他說 難道現在的人 對生命都這麼不在乎嗎 我氣到 我就說 你才對生命不在乎 真的覺得我 我盡力了 我用了我全部的能量 去安慰他了 連我自己的情緒也把他拉下來 我真的因為他 我很多 我很多時候都在慌生 我在想他的事情 我想說 他今天還活著嗎 這樣 如果看到這個影片 你們也遇到一樣的事情 我覺得安慰是 可以的 當然看你覺得個性 安慰是可以的 然後我們可以交給專家 自殺仿制專線 所以這個總結呢 我想提醒大家 盡量不要被壞情去影響 因為我後來覺得 因為我看完這本書之後 我有去讀另外一本 也是類似的書 但他比較講的是 人與人之間的能量 跟人與各種物品 或是各種事情的能量這樣子 就我們很容易被 不好的能量影響 但就希望大家可以就是 堅持著自己的內心 就盡量不要被影響啊這樣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大家喜歡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祝我繼續開店 也不要忘記我還繼續跟臉書 那我們就過幾天 下次見 掰掰